在2015年的月尾 差不多是12月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死人游戏 叫Pokemon GO Pokemon GO是有很多个 怎样讲呢 就是要你出门 你不出门就抓不到Pokemon的一个游戏 你出门了过后 你可以抓到很多Pokemon 还可以跟其他的玩家玩 可是这个游戏是根据GPS来走的 然后 大家好 我是一元 我要关于讲到这个游戏是怎样去玩 怎样去分析 怎样去控制这个游戏 可是 我发现了 最近 在外国就是美洲啊 英国啊 那些才出这种游戏 在亚洲 比如马来西亚都没有出现这个游戏 光我看那个报道才知道 在外国才有 马来西亚要等到27号 你他妈在逗我 你应该在这玩出这个游戏之前 那个应该跟我们讲先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跟我们讲 啊 包括这个游戏 那跟我们讲 这个人家国家出了 我们国家没有出完 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们没有给我们一个好的交代 出完游戏再跟我们讲 怎么搞错 看到我一大堆倒板啊 很多人啊 在那边逃啊 在那边玩啊 啊 你为什么这样子 不输的人 哈 但是 你们以为 我没有错 我就玩不到游戏了吗 嘿嘿嘿 你们就错了 哦 开始来玩Pokemon啦 来去哪里找Pokemon呢 哦哦哦哦 发现你只杰尼龟啦 来收服 丢 诶 那Pokemon很像 常收不到的 那个应该是那个球的问题 来 丢一次 收 哦 我拿到尖尼龟啦 耶 呼呼 来去到另外一个地点啦 这里好像是泥土的地方 类似 诶 这个什么鬼来的 就往后面背着一个包的 哈 这么样子走样啊 黏着会比较黑的 应该是整容失败 来收服先啦 那好像收服不到 那每个球好像都有问题啊 哦 哦 可以啊 哦 没有花包子 啊 现在去找其他的Pokemon啦 诶 一直走一直走 又走到不同的地方才可以找到 你如果在同一个地方 他是走不到 他是跟着你GPS来走 所以这个游戏真的是 嘖 麻烦啦 哦哦哦 找到皮卡丘啦 皮卡丘 对吗他的头透明了 这个是变色的皮卡丘 来收服先 对吗 这个好像比较难收服 如果在收服到我就夹赛了 如果在收服到我就夹赛了 哇哈哈 终于抓到皮卡丘了 这个影片的游戏虽然是假的 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玩 游戏玩的太入迷 像外国一样啦 希望你们能可以 呃 好好的玩游戏咯 希望你们投入游戏之内 还要顾一下自己的安全 不要像外国那样 就是出很多意外 我是一元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麻烦like跟share 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看到更多的 视频更新消息 虽然这个游戏这个影片很废啦 哈哈哈 拜拜